最近天气是非常炎热 那么副里乡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下过雨 正在面临严重的干旱 影响了第二期到座的灌溉插秧 以及农作物的生长 那么乡长江东城市决定要举行祈雨祭拜的仪式 希望透过这样的传统方式 祈求上天降雨来缓解当地的旱情 也保障农民的生计以及收成 近期副里地区持续干旱又遇到二期到座整地插秧期间 旱相不除 乡民苦不堪言 乡长江东城率领各客室主管以及同仁 农业部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副里工作站 花莲县议员占经副办事处 副里乡民代表会以及各村村长等人 在竹田一鸣亭前程的祝导 希望上天能普降干领 让我们目前不管是民生还是农用的一个 插秧的相关的灌溉跟用水部分的话 能够请老天爷来做一个帮忙 另外代表会主席叶嘉宏表示 最近副里乡一直都没有下雨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传统方式 祈求上天的朋友 让副里地区的农田能够得到即时的灌溉 保障农作物的正常生长 从五月初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两个多月都没下雨了 那最近因为这农忙时间需要水 那农民现在非常紧张的 就是说这个秧苗已经都开始在长大了 那势必一定要赶快跟它播种 那目前缺水的状况之下 只能祈求我们老天爷 能够在我们副里乡下一点雨来 能够让农民能顺利地来播种 副里乡公所也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并且积极采取各种因应措施 包括推动节水灌溉技术 开展抗旱宣导等活动 确保在旱勤持续的情况下 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农业生产的损失 记者高双双副里乡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